JUPS大学联招办法 申请报读BASC GHD过程 各位今年考DSE的同学 以下是利用JUPS报读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lob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文理学士、环球卫生及发展课程 JS6250的重要贴士 BASC GHD 修生主要看三大方面 DSE成绩、面试表现 和选择科目的优先次序 第一方面有关DSE成绩 报读BASC GHD的最低入学要求是 四个核心科目 英文要达到五级 中文要达到三级 数学和通识要达到二级 另外两科选收科达到三级或以上的成绩 请留意 除了M1和M2成绩不会被计算 我们对于选收科并没有特别的科目要求 而且所有科目的比重一样 无论文科、理科、双科的同学都可以报读BASC GHD 另外 今年BASC GHD 修生亦都采用了香港大学的联招加分机制 往年在计算入学总分数的时候 考获五分的同学会当成五分 五星就当成六分 五星星就当成七分计 但今年在加分机制之下 五分会当成五点五分 而五星星就当成七分 五星星就会当成八点五分这样计算 而考获一至四级成绩的计算方法就无变 BASC GHD 修生以DSC的最佳五科成绩为标准 上年修生分数的中位数 如果用加分机制来计算 是三十点五分 第二方面 有关面试 在2020年六月初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会邀请报读BASC GHD的JUPS同学 在六月底进行面试 而在DSC放榜后 学系会在七月底举行第二轮面试 长情稍后公布 面试会透过情景个案和解难 考核同学的沟通技巧和试辩能力 全程大约三十分钟以英文进行 面试会分为小组讨论 个人见解发表 和考官发问环节三部分 第三方面 选择科目的优先次序 亦会影响轮选结果 放榜之后 大家可以在七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最后一次更改选择 或确认原本的选择次序 提提你 要记住将BASC GHD放Ban A 我们才会优先考虑取录你 掌握这三方面 轻松完成BASC GHD申请 有关BASC GHD的收身资料 请密切留意我们的Instagr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